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alaysia telah berjaya menjadi salah satu negara contoh dalam usaha mengekang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penerimaan rakyat terhadap tindakan kerajaan telah mendapat pengitrafan dalam satu tinjauan global yang mana Malaysia berada di dalam kedudukan antara lima negara terbaik dunia dengan public approval yang tinggi atau penerimaan rakyat yang tertinggi 随着复苏式行管令上场 他希望国人不要因此而松懈 还是要遵守政府定下的标准作业程序 注意个人卫生等等 以防止新一波的疫情爆发 国内的中午和中六学生将率先在六月二十四号复课 为了确保学校的环境处于干净和安全状态 校整队将会优先在疫情红区的中学进行消毒工作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 Ismail Abdul Muttalib表示 该部已经和教育部针对此事 展开特别会议 而且已经接受必须优先进行消毒的学校名单 还是在彭河马兰 探访受暴风雨影响的 蔡明石这么表示 他说处在疫情绿区的学校 校整队将会让校方自己决定如何进行消毒行动 校整队将会提供消毒所需要用到的化学物品 以及指导校方该如何进行消毒工作 必须被消毒的地方包括了客室 教务处食堂和厕所 这些地方的消毒工作将会由校方负责处理 为了确保学省安全回校 教育部高级部长姆姆·拉吉表示 教育部将会在6月24号开课前对学校进行抽样检查 教育部已经提早分发标准罪程序给学校 让校方仔细研究 确保学校顺利开课 姆姆·拉吉通过他的脸书表示 目前他已经到过吉兰丹的四所学校进行巡视 这包括了格迪里的德萨巴拉万国小 他表示选择这个学校是因为对这个学校有特定的感情 因为这个学校是他的爸爸去世前交过的最后一间学校 除此之外 他也曾在担任经济书部副部长时 为该校带来的发展并设立了该校的礼堂 他曾经巡视的另外三所学校 包括了巴达恩港国中 加度国民型中学以及格迪里国小 社交媒体上流传一段视频显示 国家动物园出现人潮 民众之间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对此国防部高级部长达德西伊斯曼萨比表示 虽然政府放宽限制 但是依然要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否则这项宽限可能随时被撤回 伊斯曼萨比表示 他已经看过有关的视频 了解民众不但没有遵守政府颁布的指南 也无视国家动物园内保持社交距离的标志 伊斯曼萨比表示 民众的行动虽然不再受到限制 可以自由跨州核移动 但依然要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才能遏制疫情再度爆发 新加坡保持贸易开放 不会采取保护措施 以争取更多的投资机会 泰国政府计划逐步开放 让国外游客入境 目前正在拟定第一波 可以入境的国家名单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过去的星期六 我国语谈前一哥达斗李宗伟 透过社交媒体发表退役一周年的感言 他回忆起当下决定退役的心路历程 也写道 别问我会不会想念球场的话语 借此表达自己至今 依然想念可以回到球场的心情 李宗伟尚在中英文双语贴文 他在贴文中提及 他是在发布会的前十天做出退役的决定 并表示在过程中曾经想要打消这个念头 但是在看到接受康复治疗后瘦弱的自己 才下定了退役的决心 这样的决定对他来说相当不容易 因为已经投入25年的时间在羽球界 当下前往国家体育理事的心情 他记忆忧心 好在当时候有妻子黄妙珠给予他的鼓励 才安抚了他的情绪 李宗伟在贴文中也提及 别问他想不想念球场 19年的国家队 6年宾州队 25年的羽球职业生涯 占据了他人生大半辈子 球迷们呼喊他名字的声音 午夜梦回还总是在他的耳边回荡 在离开赛场的一年后 李宗伟表示 自己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也与妻子继续旅行 最后也不忘再次感谢各国球迷 对他的关心 并表示与球迷们后会有期 昨天是世界捐血日 根据卫生部的资料 在大马每一名捐血人士 所捐出的血液 可以拯救三条人命 卫生部表示 有关当局会继续推广 捐血的好处 鼓励民众捐血 并定向目标 让至少5%的国人 成为捐血人士 国家却户表示 尽管这个目标还没有达成 但是近年来的捐血人数 每年都有逐步提升的迹象 单单去年 就有19万9721个民众 主动前往国家却户捐血 当中有61.33%的 捐血人士是男性 大部分捐血人士的年龄 也有出次捐血人士的民众表示 捐血是一件令人感到开心的事 从健康的角度而言 捐血可以刺激身体 生产新的血液细胞 新的血液细胞能够携带更多氧气 为身体供氧 促进身体健康 国家却户 裁血及捐血管理部主任 Ten医生表示 早前大马全国 血库的纯血量 因为行动管制令的关系 曾经告急 一度少于40% 但是有条件 行动管制令落实以后 这个情况已经获得改善 Dalam fasa PKPB kutipan darah telah meningkat malah biasanya kutipan setiap bulan adalah lebih kurang 10,000 beg darah di seluruh Malaysia tetapi bulan lepas kami telah berjaya mengutip 15,000 beg darah dalam keseluruhannya Sehaluan dengan tema tahun ini kami menyeru agar penderma darah mengekalkan gaya hidup yang sihat agar darah yang didermakan selamat untuk pesakit 世界卫生组织 今年为世界捐血日 定下的主题是 安全血液拯救生命 感谢捐血人士的善心 同时借此机会 提高人们对捐血的知识 以确保接受输血的病人 可以获得安全和健康的血液 五件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